九如鹿桥横跨爱河市议员简幻宗直询师表示 桥的量体庞大影响天际线 再加上爱河将指定为观光地区 以及兴建为志宏池设施都需要足够的腹地 因此赞成九如鹿桥尽快拆除 九如鹿桥是我从头到尾就蛮主张的 就是这个鹿桥要拆 因为可以让整个天际线可以看起来更舒适 包括我刚才所提到 我们的观光局他要跟江湖部观光局申请 一个爱河沿湾的观光地区的一个指定 以及就是水利局要做一些相关围重设施 那必须要一些足够的腹地 那要做一些适当开发 对此公务局长达巡师表示 师傅已经朝拆桥的方向 进行基本设计和评估计划 预计拆桥经费要4亿多元 在争取到经费后 明年上半年就可以发包开工 如果我们决策完了之后 其实我们已经在 刚才我们看的图都已经做好 基本设计 最迟会在明年6月前 因为我们还要去争取经费 另外针对古山谈泥厂 检议员也要求以工业遗址方向 进行改造 将厂房和土地开发并存 未来将可以成为 内围地区的观光亮点 多发局长则表示 相关地幕变更 跟江宋都委会审议 当然他们也拜会了台 台里表示说正在评估要调整西部计划以后 才会再送案子 我们正在请他积极要赶快办理这些环品 跟送审的案件 我会期待市府这边也可以做一些辅导 那整个开发案可以做顺利的一个开发 因为毕竟这个开发案 从头到尾到现在其实也是蛮久的时间的 所以我是期待说 这样的一个开发案的话 其实不管是民间跟政府 是不是有合作的空间 然后让整个古山地区可以过得更好 古山内围一带在高雄都市发展中 较被忽略 开发速度较为缓慢 检议员期待铁路地下化后 让内围地区跟上开发脚步 繁荣地方发展 记者李正到赖城邦高雄报道